美国政府在3月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能源禁运 试图遏制俄罗斯的经济命脉 4月5号美方称将会继续追加对俄罗斯的制裁 而欧盟方面也紧随其后提出了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的方案 作为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 美国早就打好了继续获利的小算盘 一方面是挥舞对俄罗斯制裁的大棒 一边加强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对欧洲的捆绑大发战争惨 这也再次暴露出了美国自私蛮横的霸权真面目 美国对俄实施能源禁运的底气来自于它对俄能源需求甚少 美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2021年美国从俄进口的石油占美石油进口总量的8% 其中原油进口量仅占3% 而美国自2019年起已不再从俄进口液化天然气 因此美国对俄实施能源禁运 既维护了所谓的道义感 生意上还不亏 与美国相比 欧洲对俄能源制裁明显底气不足 欧盟数据显示 2021年上半年 欧盟46.8%的天然气和24.7%的石油 依靠俄罗斯供应 在欧盟内 德国是俄罗斯能源的最大买家 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并非易事 根据美国和欧盟3月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 美国承诺今年向欧盟增加至少15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出口 不过 这颗定心丸药效并不显著 并不能让欧洲安心 美国无法在短期内弥补欧洲能源缺口 美国对欧洲出口天然气主要依靠海运 能确保兑现美国扩大对欧洲天然气出口目标的基础设施 或需2至5年才能建成 且造价极高 同时 美国宣布扩大对欧洲天然气出口 并非真正为欧洲着想 而是为本国企业创造商机 美国德克萨斯能源生产商联盟经济学家表示 如果俄罗斯限制或停止向欧洲出口天然气 德州乃至美国的油气生产商可以填补部分空白 油价上涨也意味着德州油气生产商能因需求增加而获得更多利润 短期内有望促进该州油气行业增长 从近期美欧对俄能源制裁的表现不难发现 美国冲锋在前 借惩罚俄罗斯之名行自私自利之实 欧洲被动跟随 背负沉重能源负担和经济损失 美国政治分析人士认为 显然美国正在利用乌克兰达到切断俄罗斯与欧盟经贸往来的目的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只有当欧洲从美国的威士忌中清醒过来 意识到命运是由自己而不是美国掌握时 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才有可能修复 名字 absentimaniasin 俄罗斯与欧 率简易调德